網站9月9日的收市廣報 今天恆生指數差不多604點 報25716點 成交增加到1660億 上升估計600多隻,下跌也超過1000隻 大肆市員都是市場擔心 對於遊戲股的監管因素所拖累 因為昨晚內地監管局們約談 騰訊和網易談有關遊戲監管的情況 令到這些新經濟股今早來說都是低開的 但在中午3點多之後 更加出現了市場消息 內地有機會暫停遊戲版號的批發 所以令到新經濟股在中間全線急插 看回騰訊今天跌了8% 報480元 網易更加跌了11% 報233.9 其他新經濟股全部都回吐了 美團也跌4% 九九八八阿里巴巴也跌6% 就新經濟股 沒有運行 市場繼續看回傳統資源 或者是建材的板塊 我們先看回煤炭股 煤炭股做全線上升 煤炭股由9元開始起步 升到16元 升了5.6%到16.6% 就神華也升了2% 今早曾經升7% 收市收窄了 1898 中煤能源也升4% 另外水泥股也做好 中國建材有黑石爭池 今天升了3% 914 海鑼也升2% 743 亞洲水泥 今天追回落後 升8% 其他華麗也升了 1313 升1.5% 另外 鋼鐵股也強勁 安鋼升6% 323馬鋼也升2% 1053重鋼也升7% 鋼業股也是強勁的 中國鋼業升5% 破頂 鵝鋼也升4.8% 1378 中國宏僑今天大升14% 主要是更升 追回落後 看到的情況是 資源鋁板塊 鋼鐵、水泥等等 鋁業也是上升 封電 股份也是上升 傳統類的 有溫碳中和的 或者受惠基建 第三季基建 旺季的情況 這些股份也是做好的 新經濟股 醫藥股 教育股 物管股 地產股全部都跌下去 市場投資風格 跟過去完全改變了 希望投資者都要留意 在近來 什麼板塊是強 什麼板塊是弱 如果是薄的話 都是向著強的板塊去埋手 機會比較大 今天的收視分析暫時是這麼多 好了